自言自语 早上,妈妈在厨房做完早餐出来,正打算喊都拉过来吃饭, 却发现她坐在沙发上,嘴里嘀嘀咕咕的,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 嘟啦,你一个人自言自语的说什么呢,快过来吃早餐吧。 啊,早餐已经做好了吗?我在想,教师姐要送什么礼物给老师呢,一直没想到。 妈妈,你说的自言自语是什么意思呀? 自言自语,是指独自说话,自己对着自己说话。 刚刚嘟啦坐在沙发上,既不看电视也不看书,而是一个人坐在那里说话,旁边又没有别人。 那嘟啦不就是在和自己说话吗?这就是自言自语。 哈哈,原来是这个意思呀,下次我不会再一个人自言自语了。 其实,嘟啦遇到什么问题,可以请教别人啊。 妈妈,教师节不是要到了吗?我打算送一个礼物给老师, 但是,但是一直想不到要送什么,所以才自言自语的。 嘟啦好好学习,争取在下一次考试中取得好成绩, 这就是送给老师最大的礼物了。 真的吗?那我一定会努力的。 我又知道了。 那我们不接下来。 我觉得真的有一个意思吗? 没想到找却了。